下面要来认识一位 我们来看图片当中的这位背对我们的这位男子 小伙子 小陈 今年32岁 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 现在是重庆某县一个事业单位的技术员 自己在县城有一套价值40万元的两室一厅的商品房 年收入是5万块左右 按说小伙子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 然而小陈每个月的支出只有400块 周一到周五在单位吃饭 每天花销10块 周末买点菜肉 一荤两宿吃两天 200元的手机 小陈用了好几年 每个月电话费不超过20块钱 至于穿着 小陈就更不讲究了 18岁前都是穿堂兄弟和父亲的旧衣服 即使是相亲的时候 小陈都会穿着一件补丁的衣服去见女方 就是这样的一身补丁的衣服 是吓跑了所有见面的女孩 你别说外人 现在就是小陈 他的家人都觉得他这是一朵抠门至极的奇葩 照理说 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值得提倡 但是前提是要遵循社会的基本风范 凡是做过了头 可能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